我們最近大家都在關心這個武漢肺炎 今天這個名字叫新冠肺炎 我還沒有辦法接受 就是還在適應當中 新冠肺炎 不管是武漢肺炎或新冠肺炎 都是一種對全世界影響都很大 那我們其實都是看到這個 陳時中陳部長在前面 但是政府是一體的 其實後面有一位運籌帷幄的 就是我們林佳龍林部長 部長你好 是 彭博士好 很高興跟彭博士來觀風向 那因為交通部跟氣象業務 還有觀光還有陸海空運都很有關係 確實是在防疫的第一線 第一線 我們都看到陳時中陳部長 那今天呢 我不是 他不是來看我們 我是特別請他來 因為其實我們看到在台北市 我先講這個例如說像香港 國大航空開始放無薪假 全世界這麼大的航空公司 放無薪假 那麼嚴重的事 整個全世界的東南亞 或東亞的旅遊業 都遭受到重創 台灣其實也會受到一些影響 那包含了我們三通啊 各方面 所以我問一下部長 其實我們交通部在這次武漢肺炎 扮演的角色是什麼 因為其實一開始 總統就有一個指示叫做料敵從寬 超前部署 那交通部 其實就是在第一線 那因此呢 我們隨著疫情的發展 因為我以前在SARS的時候 然後是擔任行政院發言人 所以我對這個議題特別敏感 那一方面我也都不斷的 跟一些抗煞的專家 像李明亮 這個前署長 都保持聯繫 那我當然跟整個 中央的疫情指揮中心 因為是一條邊 我們要配合他們來做 所謂的料敵 重寬或是超前部署 那跟交通部比較有關的 一開始發生的時候 我們就加強在我們的航運 第一線 尤其是海空運的這個 防疫的工作 比如說 我們建議要填寫這個 所謂的健康聲明表 我們自己要拒絕 我們搭飛機回來 譬如說像我有一次 我過年的時候回來 那也超過14天了 就會說你有沒有 症狀 然後 那樣子顯得很嚴格 如果不報的話 我要被罰 或者說你要叫我自主隔離 這個是交通部做的 是在一次行政院的會議裡面 我們建議的 那比較具體來講 因為在春節很多的觀光客 或者是說台商 或者是些留學生往返兩岸 所以我們隨著疫情的發展 應該在全世界裡面 也算是比較早 有行動的 就是1月22號的時候 我們就禁止到武漢的旅行團 不管出團或接團 然後到25號就擴大到全中國大陸 那差不多以前那時候 在1月底之前 還在台灣的旅行團 我們就停止他們的活動 那在1月31號完全 都提早結束 所有這些陸客團 返回中國 這個就是減少人流 那另外一個就是很重要是 我們在機場跟港口 除了這個健康聲明表 讓大家自主健康管理 而且拒絕負責任以外 我們加強很多防疫的措施 不管是說機場的這個 整個清潔工作 還有這個量體溫 戴口罩 那保護我們第一線的這些機組員 那也讓這個 往返的旅客 他做宣導 那尤其是這個前後幾個 所謂境外移路的 在第一時間就馬上可以做好處理 包括第一個從武漢回來的女士 一偵查到之後呢 馬上就另外的動線 避免跟我們其他出入境的人混在一起 那當然這個對於我們航運之外呢 就是我們的台灣的整個交通載具 跟省個場站 都做好所謂的 包括一些加強宣導以外 有一些防疫的措施 空間的規劃 包括動線 然後一些 防疫的這些物資的整備 還有所有的人員 加強健康的管理等等 這都是交通部在第一線 可以說是 我們能不能阻絕這一個病毒在境外 或其實一路 它也不會造成社區的感染 那我們交通部確實是 在第一線打仗 你說這樣郵輪 這個進來一次這樣幾千人 那為什麼說 這個鑽石公主號在1月31號的時候 曾經進來 因為我們當時有請示 就是我們的指揮中心 那當時的防疫的層級 就是它要做好一些健康管理 可是到2月1號之後 我們就開始禁止 郵輪 所以 就是說不能夠慢 慢三拍 你要配合的疫情 一步一驅 那當然過也由不及 那因為這個病毒的特性是什麼 跟SARS又不太一樣 我們現在還知道說 它可能在潛伏期就有傳染性 雖然它致命性可能比較低一點 可是它的傳播力非常的強 這時候我們整個防疫工作的重點 就會根據這個病毒的特性 要必須做出相應的調整 我們上禮拜五都收到一個訊息 就是說那條船 郵輪有一千多人跑到我們台灣走 然後我就傳到一個很特別的這個簡訊 然後說國家的警報說 它有把那個地點標示出來 然後我就會對 我就想說上禮拜一 應該是禮拜一 上上禮拜五 31號那天的行程是做什麼 所以我也覺得你們的速度很快 所以我就想 那我要不要自主隔離 所以我們就 像我們這禮拜就有點想說 有人去那個地方的話 那你要小心一點點 這是你們那時候有去做這個統計 調查出來的嗎 確實 整個防疫的系統 其實資訊是最重要 那怎麼讓大家知道現在疫情的狀況 做好自我保護 也就是保護別人 OK 那我們這次大概幾個創新 目前大概我相信在全世界裡面 我們幾個作為是應該是世界第一名 第一個在第一時間知道有一些 可能從中國大陸的比較嚴重的疫區 反台的人 我們就做好不管要求自我健康管理 或是隔離或檢疫 交通部就是督導中華電信 所以我們就配送那個手機 真的喔 所以你如果亂跑的話 你這個手機沒動 多久他就會發出警示 鬼傳 再來呢當然很重要就是我們的這個 所謂健保藥法 能夠讓大家去 這個兩個口罩這件事情 在全世界他們是覺得不可想像的啦 那再來當然我們很多的這個旅客 在移動的時候 那你的身份證 跟這個健保卡 只要輸入就知道 你有沒有去過疫區 這個透過大數據 但在維護各支的 這個安全的前提下 就可以做好更有效的管理 這個都是世界的創新啦 對創新喔這個其實 我會覺得是說 跟您以前在擔任過行政院發言人的時候 遇到SARS 你很有感覺你對於這個疫情就 比一般如果是別人當交通部長 你就感覺的多對不對 你就積極的多 做這個事情 那問一下就是說 目前其實因為很多武漢肺炎的延燒 中國很多城市都封城 或是小封城 但是其實現在台灣對於整個兩岸的交通 是不是都小山東停了嘛對不對 大山東也會停嗎 對 暫停 全部暫停 那以後我們那個 例如說有人去上海北京 也跟著會停嗎 現在是這樣子 當然航運分海空 在海運方面 其實我們之前就已經減少航班了 小山東當然以金門為主 大山東包括我們本島 那本來是人已經管制的差不多 只剩下貨 現在當然整個 如果小山東大山東都暫停 那就是人貨都暫停 這是海運 那在空運的方面 目前大概 我們在2月6號 就是也進行全中國的這個 作為一個疫區 都已經提高到 2級的警戒以上的時候 我們的航班 目前大概只維持了 這個4個城市5個機場 就北京的首都機場 然後上海有兩個機場 然後廈門還有成都 那這4個城市5個機場 因為你如果一下子就完全關起來 那這些人也可能會流竄 但是說怎麼樣 我們納管 它尋我們的這個機場 進出的時候 我們把它做好 防疫的這個檢查 這就是為什麼說 有時候過猶不急 因為有時候你如果說 對於這些 可能有風險的人 你把它貼標籤 它更容易隱匿 我們就是要鼓勵大家 你一有狀況就要誠實的 登記 然後做自我這個防疫的措施 或者是你一有症狀 要馬上就就移 資訊的透明 是今天台灣跟中國 最不一樣的地方 他們不斷的隱匿 然後到上下交響賊 等爆發的時候就失控了 可是我們台灣一直處理在就是說 我們要求資訊 這個透明 那把它納管 這樣才 這個這個對比 我相信 在世界衛生組織 如果最近開會啊 就是最好的對照處 台灣跟中國在防疫上面 因為我們是個民主開放的社會 我們是法治 他們是人治 這個也是我覺得一個 政治體制啊 跟社會的這種成熟度 就會影響我們整個 防疫工作的進行 現在還有我們很多台灣的 台灣人會飛回去 去中國去上班工作就業嗎 已經非常非常少了 已經非常少了 但是還是留有一些方法 我們的航班 大概都已經減到差不多 現在已經只剩下三分之一不到 那而且這些隨著 現在是限制在四個城市五個機場 那可以想像更不方便 而且確實也有風險 我們還是鼓勵大家不要 往返兩岸之間 這個網友林根根說 為什麼不對中國全面斷行 要需要那麼強的措施全面斷行嗎 不應該叫斷行吧 是就是停行 我們當然都有在評估疫情的情況 但是你就是要配合我們現在防疫的 我們的能力 那這個情形就是斷然的斷行 我剛剛講過了 你如果沒有疏導必要的人 那些台灣人 他可能透過第三地啊 再過來 他可能透過另外國家 其實還是有一些小方法漏洞 所以我是覺得鼓勵大家就是納管 那但是疫情如果真正在升高 我們當然也是都有做這樣的一個部署 對這個就是 就是防疫嘛 雖然我們是料敵從寬 可是怎麼樣怎麼樣不會過度恐慌 確實啦 這個選項在適當的疫情情況 當然我們都已經做好劇本的推演 ok已經劇本 這個科學說 廈門小三通都停掉了 也沒留一般很不方便 但是那邊其實傳染得很快 也是 也是一個 所以你們就宣布一定要停掉對不對 廈門小三通 對因為這個就是 你看嘛因為生菌的整個 他自己都已經管制到那個程度了 連車輛的移動 對 那我們在留一個這個小三通的時候 我們是希望比較政治化 我們當然也讓對岸了解 這是基於防疫的需要 對 那以這樣的務實的態度來處理 那實際到了 我們就全面的暫停 那事實上先前已經都一直在縮小 人流已經剩下非常少子 剩下貨物 現在是人跟貨 我們當然暫停就都停止了 ok好 這個網友陳黎明說 全力配合政府的政策 大家一起配合是最重要的 那也有剛剛網友說 碼頭工人在搬運的時候 也會遇到一些陸籍的船員 其實這個就要自主管理 我們航管應該是港務局要做得好 對不對 就是這種措施做得好就可以避免 那妹說台灣不該被排除在IQAO 國際民航組織之外 因為很多國家都有挺台灣 但是航空防疫的資訊 台灣該如何接收 我們這個IQAO 像這兩天全世界關注的是WHO 台灣可以線上參加 我們IQAO可以線上參加嗎 其實也沒辦法 沒辦法 就是還是被排除 我們去年 因為在加拿大蒙特樓舉行 我們也派人去 也只能夠在會議外面 外面 我們自己在台灣 召開了全球的這個 所謂的非安會議 所以我們希望說 也許經過一些 像美國等國的協助 像這一次的WHO 我們沒辦法去參加 是不是可以在台灣召開一個 全球的 這個防疫的會議 我覺得這個樣子 當然我們不斷的爭取參加 包括線上 包括出席會議 可是我們也可以借助 因為中國 它現在是損人不利己 那台灣是德不孤必有靈 所以這個對比 因為防疫不能有任何缺口 因為說病毒它不長眼睛的 它也不會關你的膚色 所以這個時候呢 這個中國的這種排斥台灣 然後甚至對外說謊說 我們都有在照顧台灣人民 要給我們及時的資訊 我以前從SARS到現在 這一次的武漢病毒 或說新冠病毒 我們可以看到 其實中國連對待自己的國人 都這個樣子 包括吹哨子的人 這樣的一個對待 那對台灣你看 最近的這一個所謂的專機 我們可以說是為了要 就是說 某種程度委屈求全 照理講 我們的飛機要飛去 還有我們的醫護人員 這些檢疫工作 然後他就故意刁難 所以我也跟大家講 其實早在春節期間 我們交通部就已經 溝通華航做好專機 要去載我們這個武漢 台灣人的一個準備 甚至對岸也跟我們 恰商是不是在南沙 這個機場 那邊來長沙機場來進行 那後來他們可能就是政治化了 一定要他們的飛機 而且那個名單也不死 變來變去 然後才導致說有 有台灣人入境之後 這個確診 那現在再來進行的時候 我們當然必須要考慮到 我們不要政治化 但是對方要把它變成 好像一國裡面的防疫工作 然後讓世界感覺說 他都有在照顧我們 都有派飛機來喔 結果當然拍空嘛 因為裡面的搞得很亂之後 最後名單不對 然後夾帶的非常不應該優先 這一個搭專機的人 這個都是我們可以看到就是說 我們還是以這個防疫跟人道優先 可是我們不可能一再的 都讓對方去操作 然後去對國外國際宣傳 好像一個中國 然後對我們的這個防疫 反而是在阻撓 那我們就必須要距離力爭 網友問說還有哪裡可以去 日本可以去嗎 日本沒有 跟我們台灣沒有斷 日本也有 雖然說他們防疫沒有 像台灣一開始那麼的緊張 那麼快 但是其實後來有跟上來 因為他們還要 他們壓力比我們更大 還要辦奧運 沒有錯 所以日本其實是很努力在做 應該是目前日本還可以 但是最近的 很多人的出國旅遊觀光 其實很多人都會自動自發的 都停慢下來 停下來 觀察一下再說 會比較好對不對 對 因為最少是搭飛機密閉的空間 還是要戴口罩比較好 對 但如果你知道開放的空間 其實空氣是流通 你接觸這個病毒必須要有個時間 對 那如果你是走動的移動 比如像台灣燈會 對 我們還是如期的舉行 因為我們要宣導正確的 防疫的姿勢 對 然後避免什麼地方都不去 你反而可能 在一個封閉的空間裡面太久 那以日本來講 當然包括新加坡 其實他們過去在這種防疫工作上 都是世界上是 可以說非常 這個 排名前面的 他們現在看到台灣 其實都很好奇 也想說 為什麼 我們 兩岸之間的交流這麼頻繁 我們可以守住 新加坡很像比我們多很多 都社區感染了 對啊 那當然日本是因為 那個 這是 鑽石公主號 都算進去他們的 確診數字 OK好 其實那個 我前一陣子看到旅遊的新聞 就是航空業 全球航空業 不是只有台灣航空業 全球航空業 都是因為這次 不管是 新冠肺炎 或是武漢肺炎 都遭遇到很大的重創 我們先來看這段的影片 今天取消 到機場國際線 就有班機臨時被取消 因為武漢肺炎 疫情延燒 航空公司也連帶重創影響 武漢肺炎的案例持續增加 現在很少乘客敢搭飛機 來到機場 一片空蕩蕩 手當其衝 就是影響航空業 不只登機報導台 整個候機室也是空蕩蕩 航班報導資訊 往中國直接砍班 就算有班機 連搭乘人次也變少 應該滿機 因為這一般來講 從松山飛 我們都是商務為主 看到座位表 好像已經 應該只有四分之一 商務客很有感 以往定期飛 上海班機幾乎慢慢客滿 現在空位剩很多 航班大坎 讓國泰航空 開第一槍宣布 從三月到六月 放五星假 華航更在金融海嘯後 首次延後三批空服員報導 而才剛開航的新旅 首航澳門 開航才兩個禮拜 就全部減班 長榮更是取消中國航點 高達532班 航空業忘記不忘 一腳踏進寒冬 機場外 計程車業績 也跟著一路下滑 奇惨無比 這麼一計畫而已 超過一個小時 到現在還 還在 差很多 差很多 今天差不多 二十分鐘就有載一個 現在兩個小時載一個 差很多 部長其實剛剛看到這樣 你看不是台灣先放五星假 國泰航空 他跟兩岸三地這麼密切的 他就先放了 而且是至少三個禮拜 他這麼大的航空公司 他財務很健全的 我印象裡面是國泰是 我們的長榮跟華航加起來 才是國泰那麼大 才那麼大 很大的航空公司都遇到這樣的情況 全世界似乎 都旅遊業都遭遇到很大的衝擊 台灣我相信也是如此 對 那目前我們政府怎麼辦 是 當然 對於產業包括觀光業跟運輸業 影響是最直接的重大 那當然我們現在就是先救急 以觀光業來講 我們當然從紓困到振興 這個就是 我們都有在做準備 那 以觀光業來講 最直接衝就是旅行業 因為觀光業還有旅宿業 遊樂園 還有所謂我們講的 食宿遊構型 各個產業 那我們就是做一些 就是彌補 比如說他們 因為提早就是陸客 這個 就是結束這個台灣的 旅程的 那這些損失 或者是說他們可能出團或接團的這些 因為結束了嘛 因為就是變成他們的電付款 或他們給航空公司的這個定金 可能收不回來 那這個部分我們就是先維持它 就是所謂紓困 那進一步當然 我們也期待說他不要去裁員 如果我們台灣的勞動法令 其實你要放無薪假也是要付一些薪資 那但是呢 如果裁員也要經過一個程序 我們就是鼓勵說 好如果你不放無薪假 我們呢來協助你做這個職訊 就人才的培育 那你也許半年內 讓你的整個旅行業 比如說像導遊領隊跟司機 有些可能更具備外語能力 或者是公司的數位轉型 比如說我們現在其實啊 旅行已經不完全透過旅行社 那你透過網路 網路 可能訂房又是一個 然後機票又是一個 那你的旅行社你要轉型 這些就是所謂的 進一步的去紓困的時候 幫他提高競爭力 那也是要做一些硬體軟體的整備 比如說可能三個月半年後之後 疫情結束了 那大家都要走向戶外啊 這時候就是會爆發很大的這個需求 那你能不能在這個時候接到這個生意 所以我是覺得這一期啊 商業週刊有做兩個公司的故事 就是在17年前SARS發生的時候 他們就是利用這一個疫情的時候做轉型 所以我是講的說有病醫病啊 沒病強生 如果度過這個困難 然後這個時期 員工跟你相機力很強 你可能後來競爭力會提升 這裡面的兩個公司一個就是熊 熊獅旅行社 一個就是精華酒店 精華酒店 那以熊獅旅行社來講 他剛好那時候在做數位轉型 就是很多網路的這些服務啊 那一直推不出去 結果因為SARS來的時候 大家反而在家裡啊 在公司啊 就開始上網 去看說如果疫情過他去哪裡玩 結果他就做到非常多這種 就是online的線上的生意 然後他的這個員工啊 也很團結 因為公司在這困難的時候 還發薪水給他們 所以我是覺得這些業者也要去思考 這些時候做什麼 比如你飯店 飯店當然住宿可能少了 可能可以加強未來的就是商業 這是包括一些其他的機能 或者是辦公或者是說外送 或者人員的培訓 另外就是政府在這一波做的 我們已經所謂短期紓困有44億 五個項目 那當然包括一些租稅減免 還有融資貸款 可是更重要我們的振興方案 是希望說你在這個時候投資 就像說水庫啊有時候淤積啊 剛好沒水的時候你就清淤嘛 那清淤也需要人力啊 所以去找事做 除了勞動部的這個 這個職訊計畫以外 我們現在交通部觀光局 跟旅行觀光業者的工協會合作 去馬上推出啊 就是讓他們的員工有事做 然後可以調整體質 來迎接下一個階段 可能不只國內旅遊 可能國際旅遊 會知道台灣是很安全的時候啊 可能大量的日韓東南亞 港澳都跑到台灣 可能下半年就是忘記啊 我們也是要抱著這個樂觀 然後做好這個準備 最重要是投資 比如我現在交通部 我現在已經盤檢所有想做喔 我們去年有 召開全國觀光發展會議 你一定的觀光政策白筆數 比如說我們交通部有13個國家風景區 我們就可以把那一些像無障礙設施啦 像你要做這個所謂穆斯林的觀光 你必須要有免制的廁所啦 還有這個所有的這些標示 這些這個號字跟這些標示 都可以更新嘛 用LED 另外軟體的投資也是非常重要 其實觀光業是一個服務業 所以怎麼樣讓我們的這個 站在第一線的服務的人員 更具備這種所謂的數位轉型啦 你說台灣要走向智慧觀光 我現在都知道5G時代來了 那個體驗 不是只有只是說用眼睛看而已 現在東京奧義我們也知道說 透過這種5G啦 甚至4K 8K的那種體驗 你在那個棒球場 或者是在所有的娛樂場所的時候 那種體驗的一個升級啦 那是會創造更大的一個消費 那當然除了觀光業 除了這個旅行業旅宿業 事實上也涉及到龐大的運輸業 那這個部分就是我們欺燃費的減免 當然有一些牌照稅 怎麼幫他做補貼 甚至一些地價稅 我們怎麼樣去補助 讓他沒有生意的時候 可以度過這個難關 因為有些在好的地段的地價稅是相當高 類似這些措施啊 其實我們都已經盤點好 那現在都等行政院 這一週啊會會整 那短期紓困可做的 我們就透過我們交通部的觀光發展基金 或者是我們年度預算的移緩季 但是如果要做到500億 如在野黨講的 這個時候就不是只做的 我的所謂的紓困跟振興喔 可能是要轉型跟升級的計畫 那我也要感謝在野黨如果支持 訂定特別條例跟特別預算 以我們國家現在的財政能力 我們去年啊 我們的稅入盈余 稅入稅出盈余啊 是有一千多億啊 那我覺得投資到觀光以觀光立國 然後讓台灣成為一個觀光大國 我覺得這個就是這個關鍵時刻啊 我們就馬上要做 而且擴大內需 創造就業 然後提升台灣在世界 未來上面來台灣喔 他這個變成一個非常優質的 一種旅行喔 然後這種無污染的工業 就是觀光業 絕對是台灣未來要走的路 好 其實今天為什麼請我們林佳龍部長來喔 因為 呃 現在大家全世界喔 不管是旅遊業航空業 都面臨到一個 一個很大的一個挑戰喔 那個挑戰是非常非常巨大的 不是我們台灣而已 但是呢 剛剛部長講的就是要轉 看到危機 就要先想轉機 想到半年後 可能會這個過去之後 希望他早一點過去啦 是 過去之後就我們台灣如果守得住的話 那就會有一波漲潮 那我們就要先準備好 那藉這個機會再轉型 其實我覺得 剛剛網友說 我們也希望我們的國旅 可以像日本的旅行一樣 我們也再提升 那全世界就會跟著來齁 大家都一起來做 那事實上今天也是 我會特別請部長來跟大家講齁 部長其實每天很忙齁 我知道你現在還住在台中對不對 我就是盡量通勤啦 盡量通勤啦 我一個月30天大概 可能平均一個禮拜 住台北大概一天 那其他六天都還是回家 那你一天 每天早上幾點去坐高鐵 我就是固定啦齁 就是大概 7點21分那一班是直達 7點21 8點03分就到台北車站 進我辦公室 可能8點15分都還不到 所以一個小時 一個小時 每天這樣通勤 他最近真的是非常忙 也謝謝他能夠 抽出一點時間齁 我也希望透過我們節目 讓大家 信心喊話 知道未來要怎麼走 因為這個時候 大家很容易受到 因為出國旅行都受到限制 如果這時候不想想 未來齁 我們就這樣 讓這個每天看這個疫情 心裡面都是很慌的 有一點很想法很重要齁 中國航空 中華航空 很容易被誤會是中國的 其實我也遇過 是 我坐記了這個司機到國外去 你做什麼航空 中國航空 你是中國人嗎 我說我不是 所以這個 現在呢就算中文名字不改 英文名字是要考慮改掉 以避免被誤解 這個有機會嗎 因為這個我記得以前 阿扁上任人 人家就討問過這個問題 後來也不了了之啊 對不對 應該說是 確實會造成誤解跟困擾 這一次有一些國家 其實對中國進航 結果就把中國 港澳台灣都放進去嘛 你會包括說 義大利也好 越南也好 甚至一些非常小的國家 連非洲 他都把我們放進去 所謂的疫區 那這個是確實是 因為一個中國政策 那當然China Airline 雖然是一個 也是一個市場的品牌 那 那是因為 你要去更改這個名稱 涉及到很多行權 修改嘛 那些行約嘛 那怎麼樣 社會如果有共識 那我們以比較功能性的考量 那我是覺得 這個是開放的啦 開放的 那過去國內因為沒有共識 過去朝野之間 看起來這一次 連在野黨 也都有表示說 其實我們是以務實的態度 那麼如果能夠 不要跟中國混淆 這當然是一個開放的 大家如果說 有共識應該要來走的路嘛 那但至於說中國的可能的反應 那這個造成的衝擊 我想國安單位就要做好因應的措施 那也有很多很創意的想法 在怎麼樣 就是解決這個 China Airlines 改名的建議啦 那我覺得現在就是收集大家的意見 去凝聚共識 那台灣要走出去 真的是要更清楚的 那就代表我們這個 這個土地上面的人民嘛 這個是在這一次的 疫情的這個衝突之下 威脅之下大家 大概台灣人已經 越來越有這個共識 那全世界也很清楚 就是台灣在這個 不受中國大陸的統治嘛 那我們怎麼樣以務實的態度 能夠代表自己 能夠走出一條路 這個我們交通部 雖然我們是華航的最大股東 我們當然也尊重公司治理 不過我是覺得 應該是用開放的態度 來凝聚共識 來找出一條路 開放的態度啦 凝聚共識很重要 居然說請問港號有停航嗎 好像沒停 應該還沒有停 我們跟香港跟澳門還沒有停 但是要做好這個有關於這個 所謂的自主的這些 健康管理 包括居家 這個檢疫的工作 這個不管是 從港澳來或是過境 都要符合這個規定 先做好隔離 OK 剛剛網友說 他支持政府 要趕快把夜市再提升 其實現在已經很棒了 還可以有提升的空間 沒有錯 夜市商圈當然是屬於經濟部 不過觀光嘛 就是一定會吃嘛 所以這個部分我覺得透過這一次 好好把這個環境做好 提升 也是非常好的 OK 這個俗品這樣說 支持政府 幸好是蔡政府執政 習近平阻止大陸人來台 之前只是開放少量 天佑台灣 所以那時候少了 大家覺得經濟很難 現在反而那時候少了 對我們來說 這個時候才不會那麼嚴重 就是有一點因禍得福 因為去年喔 因為中國 他限縮陸客來嘛 那尤其是在 九月之後 為了影響我們的選舉 結果我們去年全年的 國際觀光客喔 不減反征 從一千一百 大概零六萬人 增加到一千一百 這個八十六萬人左右 那我們的比例啊 陸客從四年前四十一趴 降到只有二十五趴 那你去想想看 如果當時沒有限制 陸客來 在春節的時候啊 大概會爆量 那一個月可能有超過四十萬人 的陸客來 一衝進來 那結果你看他們引力疫情 結果來了之後 才發現 那台灣真的要救都會很困難 所以有時候真的是 明明之中啦 這個兩岸的交流 我們希望正常化 但是呢 有時候他把它政治化 那你看 反而是 天佑台灣 不然的話 我要在第一線防守啊 其實 一下子擠進來幾十萬人 在春節期 這個很困難喔 我是覺得真的是 神先來也很難啊 好 舊利說 部長說得很好 感謝部長用心 謝謝 其實我也要給大家介紹 這個蘇花改喔 我很想去 但是聽說還蠻塞車的 會這樣嗎 我們先來看這段影片 對 年間宜蘭到花蓮 歷經九年施工期的蘇花改 將在明年一月五號正式通車 特別是在貫穿中央山脈這個部分 它的工程難度是相當艱巨 蘇花改完工後 以後台北到花蓮 大約只有三個半小時的通車時間 當地觀光業者更樂觀看待通車之後 帶來人潮 預期蘇花改通車之後 我想對花蓮這些觀光業者 飯店來講 應該可以提高大概兩成左右 甚至更多的一個住房率 這個蘇花改喔 我很想去開一次喔 但是聽說六日都是塞車對不對 是有辦法解決嗎 從今年一月六號通車之後 大概接風時間 如果是假日大概每一小時 大概五百輛到六百輛 然後在春節期間的接風時間 是高達九百輛到一千輛 確實是增量喔 那是因為從國五過來 當然也會比較曬 可是事實上喔 如果你純粹從蘇澳到花蓮這一段 交通是改善的 為什麼 因為本來蘇花公路還是可以開啊 現在增加蘇花改啊 那問題是大家剛開始開的時候 因為我們現在還在透過一個 交控中心在管控它的車流 因為很多人進隧道 要隧道非常多 占了一半以上 的這一個 這個路段 進隧道跟出隧道都會 車子都會慢 慢一點 就一慢呢 就前後就會都 就是交通的原理 就是高知公路有一個人 踩一個煞車 後面就塞車 對對對 你看嘛 要進隧道的人慢了一下 然後你進隧道慢慢開順喔 哇要出去又看到燈光 又燉了一下 所以我們現在就是說怎麼樣 雖然慢進但快出 讓它出去 然後我們現在透過 我們的中央的這個 交控中心喔 都可以管控 那一些耗制 所以讓這一個 透過一種所謂的 一種圍堵圈的概念 一個一個區塊 讓它速度都能夠暢通 那經過這個 這個大數據的分析之後 我們也知道在什麼時候 什麼路段會塞 那裡面的時速也 也把它提高 在隧道裡面 那另外就是前後端 因為蘇花改是接國五 就像香腸一樣 你的兩個香腸中間 哪有一個瓶頸路段 對 那這個地方怎麼樣去做 交通的管理 這個 事實上蘇花改 平常就已經超過它的負荷 那在接鋒過年時候 那更是如此 所以我們就必須做好 所謂智慧交通的管理 每一個人上路前要了解 就是說 整個路況 做好你的行車的一個戰略 那你要善用我們1968的APP 然後你也要用我們CCTV去看路況 這一些情形 來你規劃你最適合的時間去上路 那這個是 我是覺得山不轉路轉 路不轉人轉 交通會打劫 蓋再多的路 也都一樣 以我們國五血稅 一定塞 一定塞 那明知山有虎偏向虎三行 對啊 我們就稍微調配一下 這時間 那你就能夠趨吉避凶 對啊 這個大家都可以做 這個Moonmaker 晃說 部長數據都很鮮熟 真的很用心 加油 我記得我訪問過你好幾次 都是你市長任內 對 我覺得你今天訪問你那個交通 你也不看稿 你也不用背 你講的比那個交通人專業 還讓大家聽得懂 你那時候去交通部 當部長的時候有沒有 這個專業 因為我知道以前的交通部部長 很像有一個連戰是學政治出身的 其他大部分都是很專業 老交通人才能做 你是少有 限制首長去做交通部長的 你這一年多你習慣了嗎 還是覺得這個很有趣 這個工作很有趣 其實當然做什麼像什麼 我們受好基本的訓練 我也做過政務官 不管是做過行政院發言人 然後立法委員到我們台中市長 事實上在台中市 一個地方首長都是最重視交通 交通建設就是交通的這些管理 那所以其實到交通部 我也不是說好像是完全是外行 其實交通部有一部的業務 跟我以前行政院新聞局長還蠻 蠻類似的就是說廣電 這一些資通訊 其實跟新聞局後來就是 我們的電信總局跟廣電處就成立了NCC 就是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那在地方的交通 我們縣市首長都很注意 那我是比較用科學的方式去處理交通 那交通那除了工程以外 就是你的很多的這一些管理 我比如說我們去年比今年初 一個月內完成三條主要的公路通車 除了蘇花改之後南回公路 擴寬也打通了 然後台61線西濱快速道路 那都超前而且就是很高品質的完成 那這三個新的路段完成之後 其實就產生了一種替代道路 因為我就一直在講說台61線 就西濱快速道路 從新竹到台南都是全線通了 你就可以紓解國一跟國三 南北向的車流 那你怎麼樣去做好宣導 然後這一些替代道路可以發揮功能 那總之我覺得 人家說一里通萬里痛 就是你如果是 就是舉一反三 你在做一件事情 就是了解他問題 然後找到對策 然後把配套做好 然後其實我再宣導一個觀念 就是說大家做一個聰明的用路人 聰明的用路人 不要就是說 認為說我車子就開上去了 其實稍微做一點行車的管理功課 就像氣象也是啊對不對 好天氣的時候就要出 趕快出去 下雨天你就不要去散花 資訊然後情報 是我們決策最重要的一句 大到一個國家的部會 小到每一個用路人 我們都應該做一個聰明的 智慧交通 時代的這個用路人 對這個果然很不一樣 我剛剛有朋友跟我說 他評估了說 您是所有 這台灣應該這十年的交通部長裡面 是最有這種行政經驗的 最有行政經驗 歷練也很完整 所以做起事來就很快 也翻轉了整個大家對交通的概念 以前就是交通部長就是專門在剪裁 鋪馬路一直做 可是你有不一樣的這個思維在改變 對 好 那另外一個呢 這昨天我看到 應該是禮拜六的時候 我看到這個光之樹 你有去台中剪裁 可是我記得這個這個燈會 原來是在彰化的 是 然後彰化不要 為什麼突然到台中 然後這個我們先來看這段影片 因為真的很漂亮 就在距離主燈不遠處 台中花博的機械花 今年化身成為白色的永驟星 也許花博地表最大的機械花 從鮮豔紅色蛻變成白色珠光 吸引民眾搶拍 而到了夜晚 音樂與特效燈光配合機械花的開合律動 絕對讓人耳目一新 跟前面的百合花一起搭配還不錯 雪白散亮 也配合今年台灣燈會對不對 對啊 看完了永驟星 今天我們來到科技燈區 這裡有隻森林機械聚獸集合的燈光與科技 不僅是跟法國首次合作 也是今年台灣燈會的限定表演 來自法國超大型的機械巨獸 高達12公尺 白天看似一座裝置藝術 到了晚上機械巨獸像是有了生命 會亮也會動 結合馬戲團隊表演 魔幻效果非看不可 我們很有創意 另外台灣燈會一大亮點就是我背後這15公尺高的光之樹 到了晚上結合聲光效果 也讓整棵樹充滿旺盛的生命力 2020台灣燈會主燈生守護 以22條主結構代表台灣22個縣市 往上開枝散葉368朵花苞 分別為各鄉鎮 2359片綠葉象徵台灣2359萬人 主燈設計跟打破距離感 讓民眾可以在主燈下自由穿梭 不是用生肖去做一個 當做一個主燈的 我覺得還蠻好看的 滿分10分的話給到9分 阿凡打那個生命之樹 那種感覺 另外他們燈會還有以動物為主題的 動物狂歡嘉年華 以及高達兩層樓光雕投影的生命之樹 數位藝術家精心打造的創新燈區 眾多精彩看頭要讓遊客 好 部長 是我那天我平常不看這種 因為覺得很無聊 點燈那種很無聊 人家都是給政治人物去點的 但是那天我真的在家裡 有看他前面表演節目 然後我看到你們請到法國的馬 有幾個人騎著馬 我小朋友在那邊看說 這什麼東西好可愛喔 然後問他在哪裡 等於大家看起來很像跟傳統的花燈 燈會不大一樣 這是新版的嗎 對 其實今年是台灣燈會第31年 所以我在想說第二個30年的開始 我們對燈會到底怎麼樣去定位它 我就提出一個台灣燈會2.0 就是一個升級版 那它的意思是什麼 我們過去燈會就是熱鬧有餘啦 人越來越多 好像很擠 然後年節的氣氛也不錯 可是呢我們現在再去充量 不如你去把值提高啦 所以我就想說怎麼樣讓燈會 其實不只是一個燈會 而是一個博覽會 而且是互動式的 而且裡面要傳達的一個理念啊 是透過燈成為光之大國 所以我把燈會2.0就是導入啊 光影藝術跟台灣最強的光電科技 然後希望說把城市的光環境的營造 都能夠提升起來 那不只說我們在看燈會 我們還有辦這一個 2020第一屆的台灣國際光影藝術節 把全世界光影藝術 他們怎麼樣去 弄光的 發展來做對話 另外呢我們這個 所有的這些環境 不是說隨便整了一個地 把花燈放在那裡 而是要去配合這個環境 營造出一個所謂的光 光影藝術的很好的環境 那以這一次來講那個主燈 因為中央燈區 就是我們交通部觀光局負責 那當時決定在台中 是因為彰化它棄權 那當然很多縣市在爭取 那我當然也當過台中市長 也許有一點點 你是 有一點私心啊 但是我是覺得台中的條件很好 又辦過花博 如果讓這個園區能夠再生 OK 變成永續發展的理念 就是我們花博想要傳達的 那所以你剛剛看到的一個主燈就是 所謂的深深守護光之樹 其實那一個設計師林順龍 就是以前在花博設計一顆種子 天上掉下來的種子 永驟星嗎 不是 不是永驟星 它是台灣在國際上非常有名 包括賴內戶的這個 所謂的國際藝術節 在日本這個四國等等 那它就把這個種子把它發展成一棵樹 它叫深深守護 森林的森 然後這個生命的森 那我就把它取名叫做光之樹 那它是用這樣的一個都是創新的組合 因為它高15公尺 然後呢有22個板根 然後從土地汲取養分 然後往上開枝善葉 有這個368個花苞 就是花燈 然後有2359個 這個新型的葉片 象徵我們2359萬台灣人 然後大家呢 就是團結 然後就是說能夠變成一個參天的大神木 那裡面在傳達一種愛 跟一種和諧的理念 那這個燈真的 不只是燈喔 它配合上音樂 配合上律動 它簡直是一個非常夢幻 很浪漫 然後你會覺得說 好像森林裡面的 這種童話故事裡面 才看得到的 那配合那個現場的樂團的演出 那這個是新的主燈 可是我們把花博舊的這個 所謂的聆聽花開的聲音 把它進化到永驟新 這一次是690個機械花 它的排列組合無限大 然後再透過白色做蹭底 然後透過燈光 然後透過它的音樂 編了五首歌 所以你在那邊看是好像劇場 那已經不是一個視覺藝術靜態的 而是一種表演藝術 那這兩個做主燈跟地主燈 我們串聯起來的所謂一花開五夜 一個中央燈區只有五個 這一個復燈區 當然人家說節慶嘛 我們也是有這個鼠年啦 鼠光再旺 然後透過Saxful 所以我們還是有復燈式老鼠 也很多動物 那你在這邊就看到嘉年華的一個氣氛 那白天去喔 跟晚上去是完全不一樣 所以這一次的台灣燈會是要看兩次 看兩次 有一些地景的設計喔 OK 比如說有些是陽光灑下來的時候 某一些像那種紫雕做的那個設計 那你就會有光影 白天也會有光影啊 那晚上也會有光影 所以我們讓光影的藝術跟科技結合起來 讓台灣燈會進階到2.0版 那我覺得台灣變成光之大國 我們要把光學還有這種光電 還有光影的這種變成豐富我們生活 然後也成為一個創新的一個場域 好這個其實我那天看了那個開幕 很多表演真的讓我嚇一跳 所以我第一次聽到說白天也可以去 晚上也可以去 都可以去 那個彭博士在講明年會更精彩 明年 明年我們有足夠的時間在這個新竹市 辦2021的燈會 那你知道新竹市的整個護城河 還有舊的火車站 然後加上我們的這個竹科 還有清大跟焦大 明年的這個燈會在新竹 我們會在這個今年的基礎上 可能會再一次的突破 那台灣的燈會會變成我們台灣 在國際觀光的一個最好的品牌 OK好這個 Larry Lin說 做過行政院發言人的證物 不管都很像很厲害 林佳龍 鄭文燦 江啟臣 謝謝 然後劉升金說 龍部長支持非凡改名 這個滑航改名 護照改名 不然出國旅遊會遭到 國際的啟示欺負 希望政府能夠協助 為國人考量 台灣加油 Crystal說謝謝部長 百忙之中 還是來跟大家溝通 講清楚 這個年代其實講清楚還蠻重要 講清楚有辦法幫助你的市政的推動 對不對 對 像你剛剛那個對於旅遊業的信心喊話 我就覺得很重要 沒有錯 為什麼台灣燈會要辦 如果很多人 過度反應說 啊燈會 浪費錢 就不要辦了 就關起來 我們要宣導正確的這種防疫概念 走到戶外 只要做好自我的保護 那我是覺得觀光其實還是可以 我們國內旅遊 大家還是可以放心的走出去 去體會台灣的美好 好 這個今年燈會去那邊燈會 因為有一個是中央展區 還有地方展區 其實很熱鬧很大嘛 對 要戴口罩嗎 在開放空間我是不建議戴口罩 OK 因為人是移動的嘛 但是如果你自己身體有狀況 你不要去害別人 OK 你最好不要去 那如果說你不太確定 但是呢 你至少口罩自我防護 那我們的公共運輸 也都會有一些消毒啦 還有一些體溫的量測啦 還有救護站啦 等等 那大家就盡量的 其實每一個人如果做好防疫工作 都自我管理了 其實就不會去傳染給別人 所以整個流程 去那邊的流程是沒有問題的 都安全的 對 那也因為當然多少 因為這一次的武漢的疫情 使得人比較少 所以使得去欣賞的品質更好 所以當別人不去的時候 你去的時候呢 你可以更有時間 跟更寬闊的場域 讓你去體會嘛 那個我台中 我上禮拜去台中 台中的朋友說 我們不是那個疫區 都是你們台北市啦 我們台中那邊沒有人得 其實這講的話 並不是很適合 因為現在都是境外移入 移入啦 那他是可能在中國大陸得的 對對對 其實防疫是這樣子啦 我不能講說某些地方 怎不怎樣 但是你要全國一致啦 要配合中央的防疫標準 你不要胡亂升級 人家還在三級開設 你就二級開設 甚至喊到一級開設 可是你喊這個 你又沒有去做配套 而你喊這個 萬一有一些糾紛 因為你升一個級之後 所有的配套措施都不一樣 有沒有去到位 比如說以台中來講啦 先前有一個武漢回來的 一個台商嘛 他就回來之後 也去公園運動 也去逛百貨公司 還炫耀的去貼在臉書 那為什麼 因為你台中市政府告訴人家說 你要比中央演 可是事實上是比中央鬆 也不去裁罰 那後來甚至有一個女性 是從河南回來的 那你現在講說 你要提高防疫 要求從中國大陸回來 都要自我管理 怎麼她又跑去餐廳 然後又自拍 又上船 我是覺得說 真的不要變成口號跟口水 我們做 然後配合中央 然後全國一致 這樣子的話 讓防疫啊 一步一步的很穩健的 做好 我覺得台灣 也許啦 這一波 我們全民的努力之下 會讓世界看見 台灣跟中國最大的差別 就是兩個政治跟社會體制 我們是非常透明 然後就是說 法治 然後這個社會是有信任基礎 我覺得 全世界 會邀請我們去參加世界衛生組織 或者呢 我們就跟美國日本歐盟的國家 來台灣辦一個 中國大陸如果不參加 我們可以邀請他 但是 不參加我們也尊重 讓全世界的防疫專家都來台灣 開一個有關於這一次的 這個 所謂新冠肺炎 或者是武漢肺炎 這個病毒 怎麼去防治 這一個經驗交流 然後一起來打贏這一場 防疫的戰爭 我們台灣在各種健保的這個指標 很像是世界第一名 我看到那個宣傳 那個指標 一個台灣在 如果是我們真的繼續WHO 我們是可以幫助別的國家的 我就講一下 其實從這一次可以智慧醫療 因為台灣有一個非常好的 除了我們的這個醫療體系 其實我們的健保制度 那全世界在這個方面 當然比如AI大數據的發展 那大家都在推 可是呢台灣 比如我們跟中國比起來 中國的這個病例 看完病的時候是拿回去的 它沒有一個 這個全國一致的資料庫 再來呢 它資料聽說 很多的這個資料都假的 就像他們經濟的資料一樣 他們很多的這種 醫療資料也是假的 所以沒有辦法做為 智慧醫療的應用 那美國呢 雖然這個 這個醫療很進步 可是他們沒有全民健保 所以他們的資料也是分散的 那全世界只有台灣 有這樣一個全民健保 然後我們來做為 平常的做的用智慧醫療 那尤其5G的應用 未來都可以啊 這個跨地 進行這個很精準的這種 醫療的治療 醫療服務 或者是一些 一些防治的工作 那另外我覺得在防疫上面 我們這一套現在全世界看到 應該很樂意來取經 那我們也應該把它推廣出去 然後證明台灣的這種 我們國家的軟實力 我們不但不應該被鼓勵 應該借重台灣的經驗 幫助世界做好整個防治疫情的工作 台灣的經驗是很值得大家鼓勵 最後看完我的問題 爬樹的魚說 台北已經有裁罰 趴趴走的人 有三立趴趴走 真的不應該 大家都要有意識 那費說今年的主燈 非常美 建議大家都去看 剛剛部長講的 早上去看 晚上也可以去看 就是在台中待一天就對了 台中是大多數是安全的 是 然後那個靖龍說 龍部長大家午安 辛苦你們了 為台灣 這個大家一起加油打氣 那張伯龍說 他已經分享到社團 多分享出去 讓大家知道這個部長的用心 開水白說 好漂亮的花燈 謝謝龍龍部長 以前你叫龍龍市長 那他就跟著你叫龍龍部長 還蠻有意思的 所以今天呢 也非常謝謝我們的林部長 其實真的很不好意思 他真的是百忙之中 特別播出這個時間 跟大家來做溝通 那我也覺得 你今天那個講的 到給我們的旅遊業那段 我覺得大家都要聽進去 除了政府要編列預算 大家要支持鼓勵之外 自己的轉型 遇到危機的時候 轉型這是很重要的 很好 今天也謝謝林部長 到我們這個 真的很高興 我跟這個彭博士 現在是屬於同業 因為我們交通部有氣象局 有氣象局 不過我還是要常常看你的官方向 謝謝謝謝部長 我們大家一起努力耶 祝福部長 部長 我在最後問你一個問題 如果那個改組 你覺得 如果你還有機會為交通部服務 你會繼續做嗎 這個真的 交通部真的可以做到 福國利民 跟人民的生活是很有關係 那當然我這種做事 就做什麼我就全力以赴 全力以赴 所以在一年多來 除了危機 要去應變以外 其實我們交通部 很多的不管是大的建設 或者是一些制度面的管理 都已經比較上軌道 那其實只要建立制度 那當然誰做都能夠在這個基礎上 我是比較開放的態度 就是做交通部長 我覺得對社會的貢獻 真的是影響非常的大 影響比較大 但也不是說非我不可 但是如果有機會 蘇院長要你繼續做 你會繼續做 這個 520 可能新的總統他就職之後 會有整個 這個內閣的布局 OKOK 好這個 非常不一樣 非常開放的這個交通部部長 謝謝部長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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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